有一個57歲男性 約7點40分由救護車送到我們醫院 到院時發現全身燒烤傷約98% 我們經過插管急救 到院時生命跡象是危急的 我們急救完之後 緊急送開刀房做緊急處理 開完刀會送教護病房繼續照顧 有兩個約60幾歲男性 全身是一些淺的傷口 還有一些淺的失戀輕度的燒烤傷 這個我們已經包紮傷口後完畢出院了 你看起來除了兩個腳底板沒有明顯的傷口之外 所以算起來大概98%的燒烤傷 約3度的燒烤傷這樣 那意思是什麼 來的時候是可以講話的 不過因為是高比例的一個燒烤傷 所以生命跡象其實是不穩定的 可以問一下他那個燒烤傷是化學藥劑濁傷還是火 看來是火的燒烤傷 火的燒烤傷 火的燒烤傷